31歲的大陸男星陸涵 在2017年官宣認愛了小七歲的女星關小童 兩個人交往將近五年 卻不時傳出南方被分手 或是兩個人要結婚的消息 讓外界是物理看花 近日又有消息傳出 兩個人已經登記結婚了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才一直沒有舉行婚禮 甚至買好了婚房要搬進去 預計會在春節期間正式官宣 不過目前兩個人都沒有對此做出了回應 也讓粉絲相當好奇 這偶像的感情動態 而另外一個讓大家好奇的是 林俊傑她迎接了出道20周年 要在11月4號在新加坡的國家體育場 一連開唱兩天 想不到林俊傑新加坡的第二場演唱會 卻傳出了摔倒意外 在她唱到一半配合樂手 在舞台上面開心的轉圈跳舞的時候 卻疑似是因為重心不穩而不慎跌倒 後面又因為這舞台的機關平移 而沒有踩穩腳步把這觀眾給嚇壞了 事後林俊傑所屬的經濟公司出面表示 在林俊傑摔倒之後 確實有扭到腳步 但是仍然強忍著疼痛完成演出 直到演唱會結束之後 才緊急接受治療 同時也呼籲著粉絲千萬不要過於擔心 再來看到台灣女孩葉思華 首屬的男女團在10月中的新專輯回歸樂團 主打歌曲也在全球掀起熱潮 最近這個團體在宣傳期 所以常常都能夠在官方的IG上曝光 跟其他藝人合作的舞蹈影片 而沒想到最近最新公佈的對象是在台灣的 在TWINS的台灣的成員周子瑜 是子瑜讓大家說我的夢想合作組合終於合體了 完全就是視覺的饗宴 再看到是日本男神木村拓哉 在6號下午1點鐘 也就是台灣時間12點鐘 預定出席的是傑布市的知田信長 並且扮演的是日本知名的知田信長的奇馬游街 根據媒體報導 姓96萬人來到這裡 是當地人的兩倍 雖然參與只有一天一個小時 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夠來看看男神的風采 同時也預估在這場活動 為當地商家能夠賺盡有上億的日幣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